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故事有点特别 他说有个影还来到世界 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 全世界未了这一天 送着礼物 写着卡片 这是许多人 心里一个结 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 圣诞节 解开了会看见 不是热闹灯节 是耶稣将生的夜 这一天 世界更多笑脸 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 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故事有点特别 他说有个影还来到世界 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 全世界未了这一天 送着礼物 写着卡片 这是许多人 心里一个结 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 圣诞节 解开了会看见 不是热闹灯节 是耶稣将生的夜 这一天 世界更多笑脸 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 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故事有点特别 他说有个影还来到世界 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 全世界未了这一天 送着礼物 写着卡片 这是许多人 心里一个结 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 圣诞节 解开了会看见 不是热闹灯节 是耶稣将生的夜 这一天 世界更多笑脸 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 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圣诞节 解开了会看见 不是热闹灯节 是耶稣将生的夜 这一天 世界更多笑脸 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 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圣诞节的喜乐 圣诞节的喜乐 每逢圣诞节 你的心是喜乐 还是忧伤 圣经中神的话告诉我们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上帝鼓励我们 要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所以从你早上一起床开始 你就学习 带着喜乐的心 来面对一天生活的开始 这是多么的美好 有两位同公司的职员 他们是一起骑脚踏车上班 其中有一位认为 骑脚踏车有益健康 而且能够为节能减碳 尽一份心力 所以每一天总是很开心 愉快地来骑脚踏车上班 可是另一位 则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所以不得不骑脚踏车上班 因此每一次 当他骑脚踏车的时候 他心里总是抱怨 为什么 别人都可以开车 而我不行 如果我也能开车 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而且我也能够很快速地 到达目的地了 一样 都是骑脚踏车上班 第一位职员 以愉悦的心情展开一天 而第二位职员 总是在抱怨的怒气中 开始一天的工作 一件事情 如果用正面的角度去看 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 如果常常用负面的角度来看 最后受到亏损的也是自己 既然如此 何不时常以喜乐的心 带着笑容来面对每一件事呢 我想到 玛利亚是耶稣肉身的母亲 那一年 当她突然面对 所临到她的使命 有天使向她显现 告诉她 她将成为圣婴海耶稣肉身的母亲 耶稣要从她而出 对她来说 也是很不容易的考验 可是她的态度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玛利亚称颂神 她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 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神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神用绑壁施展大能 神要施怜悯 直到永远 不论今天 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突然来的考验 试着让自己充满喜乐的心 像玛利亚一样 在困境中 仍然选择喜乐 选择赞美神 当你用正面的角度 来看待你的环境 用愉快的心情来生活 你会发现 你可以从神 每一天都得到力量 因为上帝 祂希望你每一天都很快乐 虽然人生是会有愁烦的 可是我们可以试着 把我们的担忧痛苦 带到神的面前 虽然有劳苦有重担 可是我们有上帝 在我们的旁边 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他们得安息 神答应我们 虽然有劳苦重担 可是也会有平安 当你快乐起来 你会发现 你的视野 情绪 也会大大的不同 这就是圣诞节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祂所要带给你 属天的喜乐 今天 但愿圣诞节的喜乐 就在这样的歌声 话语当中 充满你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